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独步酒店 在5月18号大盘中场是以上涨45.5坐收 我们今天判断是认为在上周三的这个关键场域的高点被攀上了 这已经是短波回测反弹0.618期限 而且是一个比较明显空方防守黑贴头站上过程里面 我认为要开始提前满上的多单布局 我们也许议设接下来要进入在周报 周末周报的时间在拉椅上面丢了我们的银解盘分析 那时间段应该进入第三波时间 应该由今天站上了这个上周三的黑K 已经确认的机会是非常高了 我认为要满上多单进场布局 我们讲的第三波向上的行情 我们来上个礼拜的一个时刻点 跟大家讲到空方抵抗的力道逐步转弱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满足在过这个高点之前 去把你的多单卡满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重点就是看鸿海 那半导体上有类似像中美基的这个多方表态 可以去做一个成立 那在这里来讲 只要这两档个股一个比较明显的多方表态来说 就有机会逐步的只镇压最后的全职股台积电 因为在外置变形的需求稍微比较弱 美美还是相对高档局比较强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在今天台积电没有动作的一个状况之下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日线图 我讲的最重要就是上周这根黑K线的一个高点被攀上了 那这0.618已经在上 就预判过来一次回升直接过高的机率是特别大 那再来就是说距离这个位置点很近 好做我们资孙子一个考量 那所以在这个位置点 我认为一个当下的一个判断 免得不小心一根长阳线的高点 直接贯穿了这个上一线的一个位置点 那你这个可能盘动一突破都不好去进行一个建仓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盘式格局又提前满仓布局多单 然后就看这个鸿海这个90元的一个换手的位置点 能不能够有效的一个站上 那事实上在这一波在这个4月25号的大山的时候 刘老师就告诉大家 当政治面与一个洪荒 那好的公司遇到倒霉事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勇敢的贪婪 那当然母亲姐之前一波短波冲高 跟简直一个消息冲 另外一次这个90元爆量的高点 这次是回哲 但是你可以看到上个礼拜 经过连续两周的横向正常整理 所以这个左缺右口的低档W底型的时间点 比较明显在周五的一个转强的态势 所以我们就讲这个盘应该是正式要 在这个季线扣底值 即将连续扣底过程里面 它表态要直接转走多方去攻季线以上 那事实上今天带一个缺口方式 也是把这个高档回折0.618 那低档的导装缺口也有去收稳 那这个位置点只要持续性的收稳 甚至于我们认为中期趋势的重点 我说过了就是这几个 90元附近的一个爆量点 对不对 好这三个点空方强势压制的位置点 居然可以让它站上的话 那从这边那这一波行情就一定是 我认为就是十拿九稳就是直接35波 11600点这个波段回升要正式敞开了 因为鸿海应该是非常明显的苹果 跟除了半导体之外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认为最首要的看盘重点鼓了 好那你可以看到在今天带一个缺口 直接把也有一点点把上两个礼拜前 最关心的性就是这一根黑K的一个高点 今天盘中也真是有效去做一个突围 好这根黑K只要能够被吞掉 我认为即便这根K线是比较明显的爆量 要换手站上应该也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时间的一个问题而已 好那至于在半导体的部分 最上有我们看到的半导体骑警员的部分 礼拜五就提醒到大家140以下 这应该是一个短波一个小A B C的 楔形的一个突破的一个买卷 那今天虽然这个上引线收 比较没有明显的攻击量能出来 但是也确定把这个C波楔形给占围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这个比较高档的一个爆量 只要能够换手站上 中美金又是另外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大波段 一个行情一个起始点 那是我们之一最终 那我认为很重要的在免值数 那近期相对国际股市的弱势就是免值数 在额外这个位置点它做一个时间波的盘整 有这种楔形好去做一个发展 可是这个一二三四五浪 那前一波是一个335的A 335的B 指标背离这个现象其实已经特别明显了 那在先前国际股市或者是我们台股担忧的是美元以及资金回流美股 那另外的就是原油一个走高造成全球的一个经济 那在今天早上的一个位置点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是 美元原油这个部分这个黑K还是继续往下探 比较很大的几率就是把这个卸行做确认 卸行甚至于破7张点 那所以从42美元一路攻高到72美元 这个大五段 我画了卸行的这一段是长线的12345波 这是最末端位置 这一破是针对这整段的整段的总修正 从42到72的总修正 那所以我想同样的用这样的道理 向上卸行然后预防向他击杀 那这是美元指数 才过去的这两个礼拜的一个横向 再去不断的想要去涂回过程里面 我们在卸货简定也比较明显看到了 三三三三三的卸行 这个翻转点也就在这个前后了 好吧 所以比较像是一个一二三四 五之五五之五陌生卸行 在这个位置点 所以如果在接下来如果看指数长 好那权重股 来这个礼拜都有表态的一个机会 那应该是在接下来 我想如果可以再去观测到 免质数就是卸行开始提跌 应该要开始这个台币周涨 另外一波组测动行情 做一个向上确认一个态势 所以请所有投资朋友 务必把握这个上车 周报上面跟大家讲 那盘式格局在半导体平干股 那都有机会做一个转枪 那理论上面第三波的时间波 随时要开启了 务必要把握这一波行情上车的机会 那欢迎所有投资朋友 如果喜欢刘老师的解盘 务必帮李老师用力的按赞 用力的分享 让李老师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散户投资朋友 预祝大家